今天就跟大家來一個全新的系列 就是世界級的系列 挑戰Strava 裡面的頭十名 大家有玩Strava 的話 就知道你可以在電腦上面看 又或者在手機那裡打開App 就進去看你踩一段路 踩的速度、心跳率 很多不同的數據都可以看 也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一些成績 這個系列就是會記錄我 每一段路裡面我踩入頭十名 成為最快的十個的其中一個 這個影片記錄 我自己也有很詳細看過Strava 不同的路段 頭十個踩的成績是什麼 我暫時覺得最難的那條路線 如果要抽一條出來 我會覺得是獅子亭 平均速度是要上到20 保持著這個速度上去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所以獅子亭 基本上都可以不用想著 我就會想一些簡單一點 還有少一些高手挑戰過的路線 也看到有些路線 例如說獅子亭 亞公國這些 因為他的路比較出名 所以有很多高手都挑戰過 成績就非常厲害 但是有些路線比較少高手去挑戰過 我就會去試一下那些 我今集就會去選張樹灘來挑戰 每一集只會攻略一條路線 今集就挑戰張樹灘 那張樹灘是一條我自己都挺喜歡的路線 短短的 它有激斜可以讓我玩一下 也是我初期拍片的時候 大家如果有看的話 我不是出過一段片就說 我那時候剛剛拍片的 然後我出了這一段片就說 有些人就說 不是專業 不是什麼職業選手 就沒有資格拍片那一類的東西 那我那時候就是去踩張樹灘的 就拍了這一段片 那我現在就拍一次 再一次踩上張樹灘 首尾呼應的感覺 而且我入到最快 過十個的其中一個 哇 真是完美了 所以就打算 第一集就張樹灘了 那我看過成績的了 其實我昨天已經是試踩過一次 認真一點 真的給一些全力的感覺 去踩那段路 那我踩出來就 好啦 今天是2023年的1月15號 第一次挑戰張樹灘的全球排名 頭十名 看看可不可以進去 那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去改了飛輪 是1134的飛輪 這樣去出來試一下這個飛輪 順便挑戰一下張樹灘 因為現在飛輪的次數很大 所以我一到平路 基本上我都要上大餅 很多時候都是 不過最擔心的是 它的減速度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車 拍了在旁邊 如果有的話 就沒辦法在隙間那裡塞過去 那就會慢很多 那一會上去就全程是不會出聲的 因為是會非常非常非常認真地踩上去 有車啊 應該 入錯位了 應該剛才在外面那裡過 前面有少許快 不行 太慢了 後面這裡 不過還是要看看時間 不行 真的很差 剛才最後那裡 2分25秒 不行 第十名是2分23秒 好 下次再來 差一點 沒有錯了 那出來的成績是跟頭十名相當之接近的 跟第十、第九名是很接近的 但是都去不到我想要的那個速度 尤其是在最後那裡 到最後那裡我預算自己是可以做到一個 漂亮一點的畫圓 但是就 我想 我剛好是那天第一次換了飛輪 然後就直接出去踩的了 我完全沒有試過 我覺得這條路線很大機會第二次就可以挑戰成功 我也希望是啦 那我讓腳先休息一下 那我一會兒就準備去錄鏡那裡 就斜踩一下 對啦 今天想要鬆一下個人斜踩一下 那下次第二次紀錄就跟大家再見啦 好啦 今天是一月十九號 下午的兩點五十四分 第二次準備挑戰 將樹灘的Strava 全球紀錄頭十名 那上一次有差兩秒就入到第十名啦 但其實我的目標呢 就不是剛剛好入到第九、第十名 而是可能第五、第六名 就是中間 我亦都覺得其實我的能力是可以入得到的 只是個狀態未夠好 還有還未是好適應到這部車 那今天呢 就看看行不行啦 好啦,Let's go 像我力量盡力掃 好啦,來吧 啊 還有一件事擔心的就是 希望沒有車 一有車基本上就完結了 到我脫完 那件外套 準備上去 Let's go 行不行啦 其實下午這些時間都不太適合過來 我想說 好,行了 快點了 希望沒有車 希望 哇,還有一輛車 是 大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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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裡的駛駛 好 太冷了 好 太冷了 太冷了 好 都是有点慢 但是感觉整体上快一点 好像是 看看行不行 开南麻 不过最后我觉得还是不够快 还有中间很多车 然后又要扭开 要想我阻定又过好 神圣的Java 它是金色 是金色 按下去了 奈巴 2分19秒 第六名 我跟第六名都是平排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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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是买这部车上来 这部车的重量是7.5kg 似比前面是53kg 后面是11kg 34kg 整个过程我觉得都不错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 后面那段 太慢了 我觉得可以再快一点 还没转得够好 下一次就看看挑战什么路线 不过说不定 下一次可能很久才会再出 因为要这样挑战 入到排名头10 是一件很难的事 尤其是你可能比较出名的路段 鹿颈啊 施子亭啊 短期内 不可能 其他的高手踏得太快了 那我今次只挑战两次 就已经可以入到头10 我觉得是因为有些高手 没踩过这条路线 所以就这么容易进去 如果有很多高手来过这条路线 我想我就没那么容易进去 虽然我现在进到头10了 怪不得 有些人看完这段影片 就立刻走过来挑战 立刻破 不停破纪录 今天这段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看一下下一次 有挑战什么路线 Let's go 字幕志愿者 李翡尔 字幕志愿者 李翼若 第十字幕志愿者 李翼若 by bwd6